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警 我是石涛 说实话 这事儿一件事儿跟着一件事儿 动车这事儿没完呢 结果大连遭遇了台风之后 大连人民站起来了 而且这事儿还干成了 可是大连人民干成的这件事情呢 让很多人很跌眼镜 跌眼镜的原因就是大连市政府 在第一时间答应了大连人民的要求 全盘答应 百分之百 这在咱们历史上很少见 为什么呢 背后一定有故事 也就是说 我发觉有个规律 如果咱老百姓的抗争跟中共最高层的不同的势力集团 斗争 这个能够相吻合的时候 有些事儿办的就顺 如果不是的话 有些事儿办的就难 也就是讲呢 也不知道咱老百姓抗争这件事情 是顺应了中共上层某一个势力的要求呢 还是这种整个体制之下造成了这种环境 换个角度上说吧 咱生活的环境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生活的环境 可是大连这件事情呢 又确实值得说 苹果日报在今天写了一篇评论 他直接透析到大连这件事情背后的权力之争 文章题目叫PX厂崩堤 会否冲击权力大坝 文章上来先讲 把这件事情介绍了一下 紧接着副标题说 当局停产搬迁西民院 这里呢 主要是提到说 这个化工厂是未批先造 在这个前提之下 文章题目就说 因此市民和舆论就有理由要求当局公布福家 PX工厂从立项到兴建到投产的内容 当局也只能匆匆决定停产搬迁 以西民院 文章接着讲说 从目前的资料可以看出 PX工厂权力大坝的关键人物有两个 一个是福家集团的董事长王一正 另外一个就是辽宁省副书记 前大连市市长夏德仁 而王一正是以京宁房地产而出名的 他的身价去年的身价50亿 在500富人榜当中排行252位 文章接着说 作为夏德仁 实际是2003年成为了大连市市长 09年升为市委书记 去年调到省里任副书记 福家PX工厂实际是他的重大政绩 而据说夏德仁又是中共前总书记 江泽民的外首 所以大家就明镜了 江家帮这一派完全失势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看 最后怎么样 这刚刚开始 文章还提到说 大连是太子党致富的重要基地 这里特别提到说 实际王一正变成地产大亨 他最发达的时候 就是薄熙来在大连主政的时候 而大连本身的这个工厂 福家工厂又是隶属于石油邦的 而石油邦里又牵扯到谁呢 曾庆红 贺国强 周永康 所以这是整个的江家帮的一派的系统 而今天在大连出的这件事情 依然如此痛快的说 我接受了大连人民的要求 把这个场撤出去 这对于江家帮来讲 对于周永康和整个江家这一系列来讲 那叫雪上加霜 更加可以确定胡温在与江家帮争斗过程中 占有上风 而且在过程中 在铲除江家帮势力的过程中 大连这件事情呢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周末 我就说周末的时候和包括星期一的时候 成为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有关中国新闻 那美国之音写了篇文章 它实际是摘入了世界各大媒体的主要的文章当中的要点 那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世界媒体看中国 大连的失踪与凸显 文章上来就说 8月14号星期天 大连看来在中国网络空间上消失了 我就说过那个话 那中国网络厉害 让谁没谁就没 这回把大连给弄没了 文章说 截止记者发稿为止 北京时间星期一下午五点 如果你找大连的话 打出来的字幕是这么说的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政策 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不到这个城市 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 大连没了 被新浪微博给屏蔽了 新浪微博是卖国贼 中国的法律 共产党的法律 是卖国的法律 文章接着说 中国新闻封锁成全了外国记者 其中他摘入了法国新闻网站 八九阶 这个八九阶的来率 是1789法国大革命的八九 和1989柏林墙倒塌的八九 示威迫使中共当局让步 文章里特别提到说 大连这一次行动显示出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力量 他们是新的阶层 他们经济富足 更关心环境和子女的健康 他们响应前夜有人通过社交网站发出的呼吁 在星期天大举出动走上街头为了保护自己的环境 本次事件再次显示社交网络 以及互联网如何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 以及如何影响了社会跟中共当局的这样的关系 中共一直试图控制网络 让大连消失 但是看来一点用都没有 关闭信息的水龙头 不管用了 而美国的大西洋月刊登了篇文章 文章的内容主要是提到 网民们透过新浪微博 第一时间把整个现场的内容传播出去 我看过微博的一些内容也说 很多大连人来到人民广场 发觉在人民广场 自己的手机信号不灵了 但是我们透过视频也看到 当时的现场几乎人人都拿着手机在摄像 在拍照片 那在现场不灵了 他并不妨碍大家回家的时候把它发出来 这就是最要命的 这也就是老百姓追求真相最关键的 你让我说 大连这件事情 大连人民站起来的事情 是跟动车直接相关的 动车事件当中 微博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它的授意就在于知道真相 动车事故使得普通的城里的中国人 知道如何用自己手中的手机能够获取真相和传播真相 把所有普通的老百姓联系在一起 我们提过 动车 死的人是有身份的人 有钱的人 农民工买不起车票 大连站出来的又是中产阶级 因为他们的子女受到了这种化工企业的威胁 他们要为他们站出来 动车事故的延续就是今天这个周末 大连示威成功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BBC紧接着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很特别 中国的国家能力有多强 那文章里呢 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如此强大的中共政权 在民生问题上却如此的糟糕 他可以花巨资干2008奥运会 干世博会 但是他同样是这样的政权之下 却出现了危害所有他下一代的毒奶粉事件 这是个令人非常瞠目结舌 但是有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中共政权有这样的高强度的决策力呢 因为这样的强势政权 从老百姓的国民收入当中 相当一部分税收居为己有 他把税收收出来 以党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 花这笔钱 这笔钱花在哪了呢 花在了被共产党认为 可以增其执政合法性的项目 以及活动之上 说的简单点 他抢了老百姓的钱 然后把这个钱花的项目上 是为了表示其合法性 你说他多丑陋 他紧接着说 这样的政权决策能力是不受法治和民主限制的 他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共政权内部利益集团的纷争 会瓦解 会瓦解 甚至说会摧毁这样的强有力的政权 正是这样一个强权的政权 迫使他的下属为上级的命令为己任 他必须完成上级的命令 上级什么样的命令 他不管 缺德不缺德 他不管 但是他如果想在市场上有所发展 必须这么干 所以笔者引述了一些具体的例子 他说我们看到地方官员在迫害镇压法轮功 截赌上访人员 迫害维权人士时 不惜手段成本 为了就是达到所谓的维稳 这就是中国所谓强权的强大的标志 但是这样的政权下的国家 国体能强大吗 不可能 美国驻中国的新任大使洛家辉 来了之后给中国人上了一课 一下飞机一家子 三个孩子家人夫妇俩 自己背着包下飞机 坐着普通舱 来到中国作为美国的大使上任 几乎同飞机的人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跟美利坚合众国 派驻中国的大使同意飞机来的 这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消息 而骆家辉下了飞机之后 自己从这个走出机场之后 一家人坐了一个商务车 走了 然后在自己的官邸 他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话很长 我把最后一段话跟大家说说 骆家辉这段话这么说的 在个人层面上 能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 代表美国 我出生的土地 以及我的家庭 所珍惜的美国价值观 站在你们面前 我既感到谦卑又荣幸 我只能想象 我在一月份过世的父亲 基米 看到他的儿子 成为在他和我母亲出生的土地上 代表美国的第一位华裔美国人 会是多么的骄傲 我的父母 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我们本人都直接代表美国 及美国作为自由 平等和机会之土地的希望 我以官方的身份 作为服务于总统 和美国人民的美国驻华大使 将代表的正是这永久希望和这些价值观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